来跟进俄乌战局 当前的俄乌战事持续 西班牙的官方消息就显示 西班牙已经为乌克兰培训有超过4000名的军人 同时西班牙正在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的援助 其中一批的爱国者防空导弹 已经从西班牙运抵了乌克兰 据西班牙国防部消息 自2022年11月以来 已经有4000多名乌克兰军事作战人员 在西班牙境内接受过培训 这项培训计划是欧盟对乌克兰军事援助计划的一部分 来自西班牙各军种大约2500名官兵 作为教官参与其中 陆军领域的课程从基础训练 装甲履带式运输车的维护 暴示主战坦克的操控 战斗中受伤人员的医疗保健 反简易爆炸装置 森林突击和排雷等内容 扩展至防空火炮系统的维护 以及网络防御 空军领域的课程 涉及空中支援驾驶和阿斯派德防空导弹系统 海军领域的课程 除基础训练和作战规划之外 在2024年新增了水下排雷 2024年还将新增反恐训练模块 目前有200多名乌克兰军人 在托雷多步兵学院接受训练 另外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在7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时 再次重申 无论需要多久 西班牙都会支持乌克兰 双方一致强调 下月将在瑞士举行 乌克兰和平峰会的重要性 以及西班牙正在加大 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进展 包括上周已经从西班牙 运抵乌克兰的第一批爱国者防空导弹 凤凰卫视陈寅 西班牙马德里报道